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若发现感染症状 及时就医 若出血较多 如常见的四肢出血 需要施压和包扎 双管齐下 伤口处盖上纱布等压迫施压 再用止血带或绳子 布条等捆扎在上臂或大腿处 阻断血流 如果还是大量出血 赶紧上医院 如果在户外 被树枝 石头等划伤时 伤口较小较浅 流血缓慢 可以直接用干净的手帕 衣服等压住伤口10分钟左右即可 如果大量出血 就要考虑通过包扎加压来止血了 先用这些覆盖住伤口 再用绳子 鞋带 藤条等条状物包扎 绳子不够长 藤条绑不了 可以用小树枝 铅笔等按顺时针方向搅紧 再打结固定 注意松紧事宜 如果在交通事故 地震 爆炸等突发情况中受伤 最快速有效的止血方法 当属指压动脉止血 先来说说头部 头顶出血 用拇指按住耳朵靠近脸颊处的动脉 就是能感觉到脉搏跳动的地方 后脑勺出血 就用手指压住耳朵后面与整骨的凹陷处 找不准怎么办 可尝试用手掌压破耳朵后面整片范围 如果伤口在手臂位置 用大拇指压破受伤手臂内侧 其余四指压破二头肌侧勾的脉搏点 如果是大腿以下出血 先让伤员坐起或躺好 用两手的拇指用力压破出血腿的腹骨勾终点稍下方处 如果是颈部臀部受伤 用无菌纱布或棉制衣物等堵住伤口压破 再用绷带 三角巾或领带 腰带等进行包扎固定 这些都是相对专业的止血方法 在拨打急救进化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时 可起到暂时的救护作用 我们下期见